在疫情过后,急需发展观光业,行销城市并增加城市收入,为吸引旅游客到开放旅行观光,我建议各业公司广征劳工,绕容各国的工作,有收入,亦可拓展各位的事业版图及规模。 刀大人果然一名,这真是一个好的政策方向啊。是啊是啊,我明天就去出路,谢谢各位老板人。 嗯,你的服务业精力丰富,恭喜你,你录取了。 谢谢我老板,那请问薪水真的如广告所说的那么高吗? 当然啊,哇,不愧是老板,比起一般餐饮宴高出两倍啊,你快话压吧,找工作找领钱,难道我还会骗你不成? 好的好的。 我大学刚毕业,没有工作经验,我一定会努力学习,全力以赴。 嗯,体格不错。 啊?我是说,你录取了,我保你吃住,并且薪水是基本薪资的三倍。 谢谢你老板。 喂,哦匝 э 来人呐,把王老板、李老板娘人带上来! 王老板,你是否在病情服务生时,开出宫食过长不合理的合约呢? 包大人冤枉啊! 来人呐,把这个人与证据带上来! 這是你開立的合約,與受害者皆在此,還有什麼想狡辯? 雖然勞工還沒做到3B問你的,問名確實的工作性質及職務內容, 但你也不能利用他人不注意,做此種欺負之事。我判你有罪,流放三年。 你利用包四包中,高薪六百年輕人,讓他無畏人無比看種種事情,假裝正派公司,實則做討債集團之事,更是一卻不可思。 我判你有罪,流放五年。包大人一鳴。 我判你有罪,流放五年。 感謝陳老闆照顧百姓,不像自然為老闆嫁欺壓勞工,而是秉承誠信理念。 要是每位老闆都能像你一樣,這個社會就會更加和諧、富裕。 我們成家的祖訓就是誠信,只有誠信經營,才能共創商業。 這是任心經濟,促進觀光旅遊的求職詐騙案,對政府微信造成嚴重傷害,更加證明誠信經營的重要性。 下令所有業者以陳老闆為榜樣,負起社會責任,照顧勞工,誠信經營,從者加冕講義,為者論對。 包大人辛苦了,相信整個社會會越來越好。 以後雇主會更講誠信照顧勞工,而勞工求知也不會在數片上的。 退堂。 請問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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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問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